最近美国大张旗鼓搞了两年的产业复兴计划 一夜之间就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美国网友怒骂 你们这是错过了让美国更伟大的机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好 我是朝阳 带您一起吃瓜资本圈的密室 话说两年前啊 疫情黑天鹅祸从天降 本来繁荣昌盛的全球供应链突然崩溃 发达国家一看 哎 我怎么连口哨都供应不上了 哎 新片也买不到了 哎 超市里吃的都抢光了 在反思了大约三秒钟之后 美国人就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绝境 他们想 要不我们搞产业回流政策吧 把高端制造业 把工厂全部都搬回来 如果你也稍微懂一些产业经济的常识 你就会发现 在一条漫长的科技产业链上 从技术的开发到成品的销售 唯独只有产业链中间的制造环节 往往是投入最重而利润最低的 所以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 纷纷又通过全球化的分工 把工厂搬到了成本更低的地区 而他们自己就掌握利润最多的专利技术就好 那比如说日本 中国 新加坡 印度 越南 墨西哥 那都是给美国的资本当打工人 而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 也就是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的主要进程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抬头一看 好家伙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呼声嘛 那我不得响应响应 给大家伙画一个大饼啊 所以总统先生想出了一个 所有人都能想到的竞选口号 Build that better 三个B 大家记一下 那什么意思呢 重建美好未来 不仅如此 为了推动这个逆天而行的计划 美国打出来的旗号那都是说 我们这是为了对抗日渐强大的中国 我们这是要保护美国的安全 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那么美国又复兴强国这么大的事 那总得搞一个标志性的大项目吧 总统先生又想到了一个 所有人都能想到的产业 拜登说 啊 三十年前在九十年代 我还是一个五十岁的小年轻的时候 美国的半导体产能占到了全球的百分之三十七 那时候是呼风唤雨 无有不从啊 而现在呢 我翻开世界地图 美国只占了百分之十二 每天夜里我想到这个 那都是击中了我的这个心吧 所以啊 那咱们就扶持半导体产业好不好 咱们就造芯片 你就说搞不搞短 牛不牛 然而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往往每画下一个大饼 你就要花更多的饼去实现它 当承诺无法兑现 画饼的连团最终崩塌时 没有一个画饼人是无辜的 美国大张旗鼓搞事情 但全球做到顶尖的半导体巨头们 比如说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 那也没有一个是傻子 他们算了一笔账 第一 我们本来就因为成本贵 人力贵 才从发达国家搬走了 凭什么要走回头路呢 第二 我在美国生产出来的芯片 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反而都是成本的劣势 我拿什么去跟市场竞争呢 但是第三 如果我们不去你美国开场 你是不是就要卡我们的脖子 限制我们买设备 买材料了 拜登微微一笑 把沙包那么大的拳头 放到了背后 而口头上却表示 这还不简单吗 你们不就想要我给一句承诺吗 容我给你们再画一个饼 总统亲身说 别怕 我给你们发补贴 你们来就对了 咱们这儿不差钱 巨头们又问了 那能补多少钱呢 520亿美元 大家都有份 可以看出总统先生 不但善于画饼 还是一位渣男 那是把巨头们唬得 一愣一愣的 在过去两年里 台积电 英特尔 三星 海力士等芯片大厂 都在美国新建了项目 听到这里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制造业回流这件事 美国是在逆全球化 是在对抗过去 几十年的经济规律 也只有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他们才能抓住 天时地利人和 顺利推出 这么逆天而行的产业政策 而对芯片巨头们来说 那我来都来了 我不也得好好画个饼 多捞一点补贴啊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 英特尔在美国 俄亥俄州的投资规划 初期投入200亿美元 建两座芯片工厂 能在当地创造 3000个永久就业岗位 并且在修建期间 能新增 7000个建筑工作岗位 数万个辅助性岗位 在未来 我们一共要建8座工厂 投资1000亿美元 把这里打造成一片梦想之地 哇塞 读到这里 泪水从我的嘴角流了出来 我不禁为他们的梦想感到窒息 巨头们的芯片工厂 那投资至少都是百亿美元起步 很多项目已经开工了 每天是花钱如流水啊 那也到了你美国兑现承诺 给我们发500亿大红包的时候了吧 然而你去找拜登 拜登说 你放心 钱我一定给 但我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美国总统而已 你去找国会 只要国会批准了 我马上拿钱给你 是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美国的创新竞争法案 包括芯片行业补助520亿 以及像新能源 人工智能 新物医药等 高科技产业的扶持计划 整个都在国会那里卡着 并且已经卡了好几个月 不问题来了 吃话群众一定十分好奇 哇塞 这可是复兴大计 发钱做好事 你们直接给批了不就完了吗 那么国会议员们呢 也都是老江湖了 推脱的理由可以说非常充分 第一 这么大一个项目 几百亿投资 几千亿产业规划 我们不得多开开会 好好研讨一下吗 第二 这么大一个项目 几百亿投资 几千亿规模 几千亿的法案 你不得多给我们点时间 好找地方夹带一下私货啊 第三啊 不好意思 马上要中期选举了 议员们呢 该换届了 我们也要忙自己的前途啊 反正你们也等了一年多了 不妨再多等等咯 这下子那些开工了 但又拿不到钱的芯片巨头们 全都急了 而作为地主家的亲儿子 英特尔直接带头搞事 新工厂还剑什么剑 都给我停了 英特尔的CEO 隔三差五就接受采访 那是各种要钱 各种呼吁法案通过 反正你不给钱 我就不开工 那英特尔都摆烂了 其他大厂也不想当冤大头嘛 那不如就集体摆烂算了 谁还不会放鸽子了呢 眼看着美国当初 各种威逼利诱 才推动的芯片计划 就此沦为了 画饼厨一大赛 和躺平运动大会 真要等到明年才出法案 那黄花菜都凉了 毕竟同一时间 中国 欧盟 日韩 印度 都在扶持芯片产业 印度在引进芯片巨头时 直接夸下海口 你要觉得100亿美元的 扶持激励还不够的话 你说一个数 说一个数 可以看出 就算强大如美国 如果不使出举国之力 拿出钱来 也同样无法违背规律 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重现昔日全产业链的风光 别人家的瓜吃完了 回过头来我们也要醒悟 美国很可能会恼羞成怒 变本加厉地加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 毕竟人家仍然拥有领先的专利技术 而卡脖子又不用几百亿的花钱 比的是手臂够不够长 拳头够不够大 幸运的是 在如此严密的卡脖子之下 中国的芯片产业 去年依然创下了 一万亿销售额的历史新高 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 20家半导体公司里 19家都是中国公司 国家在大力扶持 在未来 我们也要好好鉴别一下 谁在画饼 谁在摆烂 只有以举国之力去创新 完成产业升级 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那么或许 在未来国运的博弈中 我们才能走得更加长远 好了 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 观众老爷们快快 一键三连吧